今天邀请你副昌金融经纪业务部副总裁莫加卡ALEX ALEX 你好 今天我们冲出香港 看看美股市场有什么收息的选择 但买什么股份也好 都要看大环境和大方向 因为市场好像这两个星期 越来越多声音 就估计联储局在明年加息的步伐 可能加一次 或者很快上半年就停止 也未成功 本来我们还在计计下一次要加息 但现在看明年可能很快就不加 这个收水的步伐是否这么快真的会完 ALEX 觉不觉得市场突然逆转了 明年是否加息的次数真的会大减 其实特朗普只是说希望它减了 说已经太高 他说的说话就是科技股已经跌了 其实他把这件事捏在息口太高 他说应该要减 其实会看到明年加息的步伐 其实是难点预测的 因为加息有很多因素影响它 譬如最近油价跌得那么紧 油价这样的建底上升 股市的走势 经济 通胀 如果你说经济或者市场逆转 可能下年 现在我们估计有机会点到一次 如果市场逆转可能一次都加不到 甚至特朗普的减息都不奇怪 如果特朗普有这么说 他未来坐的位置越来稳 可能权力越来越大 可能真的会影响到联储局的决定 但是暂时来说 今年应该怎么加的 但是下年我估计 未必真的可以现在市场预期加得那么多 好 暂时我们听到特朗普的声音 等下星期五 联储局公布月初会议设计记录的时候 可能又听到另一把声音 会不会是轰点 留意到时的情况 我们看回美股的情况 要冲出去 美股我们就知道 最近调整得很多 现在大家都假设 假设它只不过是调整 很多板块 譬如银行 最重要是科技股 高位调整的都不止两成 现在是否首先 如果我们要冲出去美股 现在是否正确的时间 适当的时机去买 有些板块 是否真的调整到很吸引的水平 但是另一方面 大家会担心 会不会去报港股后陈价 可能不止这一成价 美股和港股 我觉得很大的分别 就是港股有时候 看到大跌市 可以1700至1800只股票一起跌 即是说市跌下来 所有股票是无一行面 但是美股又不同 美股的市场大很多 股票的分类都多很多 有时就是说 你看到即使股市或指数跌 指数跌到好 有些板块 它会做得挺好的 逆市上升 它会多些机会有些 逆市上升的股票的板块 即是如果我们玩美股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你能懂不懂看 不同的行业分别的表现 即是比如我们会看到 就是银行股 一些比如高盛 摩克斯丹利 那些股票 大概2月左右 已经回落 见顶回落了 这个走势是类似香港恒生指数 我们看到好像 纳斯塔克指数的升势 维持到早几个月才完 但原来银行股票早已回落 最近比较跌得挺厉害的 这两个月 这厉害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技股 FANG 即首先就是Facebook 如果大家看股票图 跌得很惨 很惨 但是这些股票 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 他们本身的市盈率很高 股值很高 即是如果一只50-60倍以上市盈率的股票 即是走势跌下来的时候 其实就算回落了三成四成 可能股价仍然是贵 那我们这两个都要小心一点 即是你说美股的市场 宽很多广很多 广很多深很多 好了 真是跌市之下还有粮草吗 即是这些息赚 我们当然是找一些股份 最好可以赚价 至少也可以赚息 在美股市场上 是不是真的有些息率 很稳定增长的股票 可以找得到 其实有很多 即是我们会看美股市场上面 有些股票 我经常都说 不只是看息率本身 有时我会比较喜欢 假些什么 那个股息可以长年增长的股票 即是年年都有得上 年年都加股息 即是我们 其实北非特所说 複息效应 即是它每年 可能不是加很多 但如果连续很多年都股息增长的话 股息就会越来越多 变得很厉害 即是长远人说 可以自负 北非特都说这件事情 那我们会看到 其实有些股票 真的股息 是超过40年时间 每年增长 即是譬如 J&J强生 强生 强生现在股息 好像2厘5厘 不是很多 但这只股市 我想大家都知道 它的业务是什么 很稳定的 就算你说 那个经济差 其实它有本事 有条件 就是说继续盈利 可以保持增长 支持它排息 那它买这些股票的时候 可能现价的 息率不是很高 但是我继续炸它 那可能慢慢一两年之后 股息又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这些股票因为股息很稳定 稳定到一个点 大家会很信任它的股息 即是说 现在2厘5厘 到时那个价格 跌了下去 譬如它有3厘息以上 其实那些资金是封进去的 就是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今天 可能国企指数 我们看到4厘息 但是大家很担心 今年4厘 夏年会不会没有4厘 就是很多分析员 大行都说 其实港股的股值已经很划 很便宜 但是你看到 又不是说真的很多资金去入市 但是这些股票 都反过来 它去到一个水平 如果我们跟现在美国的息率比较 如果美国真的开始不加息 比较之下 这些高息股票可能 因为股价跌了一点 又吸引一点的时候 比较之下 可能资金又会继续涌下去 变成其实就算我们看回 过一两三个月 这些股票全部做得很好 麦当劳股价破顶 可口可乐又是破顶 变成其实我看到 美股有些资金 它开始选由一些可能比较危险些些 高估值的新经济股 进入这些稳定一点的股息增长股 这些股份 我们看到是一些必需品 食品股为主 你看股价走势很厉害 息率其实又不是很高 可不可以看 现在才冲进去 因为太子 他们的息率 会不会已经见底 或者见顶 两厘、三厘 如果我们买指数 道指或者标普500 都是两厘 道指公众事业 其实有三厘多 你刚才提到的国子有四厘 他们是否真的吸引一些 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 P&G或者可可乐 比较现在的三厘以上 如果股价再跌一点 去买可以的 当然第二个因素 就是究竟联储局 还会不会加息 下年 如果说开始联储局停止加息 甚至会不会是稍后时间 2019年稍后时间 减息 大家都要作比较 现在三厘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美股的 美国的息口走势 有转变的时候 可能会吸引 第二样东西 始终这些股票 因为息率比较稳 当它跌到某个水平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个 叫做资金流入 比较稳 所以如果在一个 风高浪急的市场 其实买这些股票 会比较好 不是说叫你把整个 包袋里面 整个包袋里面的蛋 都推进去 只不过是稳固的 你就可以放下去了 好了 但是月阳买 美股收税 这部分的税很重 那是否值得这样做呢 其实派息 因为它抽三成的股息税 除非你真的 拿到很长很长 你想想 如果它本身 可能是三厘息 你没有三成 只剩下两厘 其实都不是说 真的很多很多的息 但是有时候 我们去买一些高息股 除了赚息之外 我们希望赚价 因为如果那些息率 始终收完税也好 但是因为始终就是 它的息率 比较稳定和增长 会可以托回股价上去 所以如果我们去 譬如马亚价 它们选得漂亮一点的时候 它的股价承托 比较大的机会 或者最好的情况 就是我们赚息赚价 亦都是可能 两三个月前 如果有买这些股票 其实可能 息率 我们不太在乎 因为它的股价 可能涨到十几二十分 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们选择高息股 希望它的价钱 不会因为息率 托上去 这些股票 有没有方法 可以等待它 香港是不流行的 但是美股 其实是多些的选择 阿力可以教我们 如何做 譬如逆向ETF 香港只有那几个 1.1倍 其实不是很能做到的效果 在美国来说 美股是多很多的 其实我都会比较担心 有一些美股的板块 会转弱的 当然如果美股板块 转弱的时候 这就算是 稳定增长股息 增长股 也好股价都会跌 我会有少少的建议 大家可以留意着 一些比较弱一点 不是高股价的板块 刚才提过一下FANG Facebook 或者Amazon Netflix 或者Google 这些其实如果股市走势 再转弱一点 下跌空间更大 如果真的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买高息增长股也好 如果时放转差 那一下 我们可能短线一点 可以买一些逆向的ETF 等一等 到时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说 一些股息增长股 他们的股价下跌空间 不是那么大的 还有低位 可能会有承托 容易出现反弹 其余一些高股值 可能一身去承托的时候 股价可能3-4落去 那些股票 你这样去做Pair Trade 可能会有机会赚多一次 杠杆是有多少 还有仔细的操作 我们应该选择哪个时刻呢 应该选择它冲上去的时候 开始买定 拼它跌 还是它如果跌下来的时候 你再买已经太迟了 如果说科技股 早前跌很多 后去有没有反弹 反弹完之后 你看到它再没力 下一个跌浪 有一次有机会开始的时候 我就做 还有当你近顶去做 穿了顶 就走一走位 躲一躲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拼中了 由顶位转下来 真是它3-4大跌 到时你去做逆向ETF 回报就高很多 杠杆是否大很多 有机会 你可以选择不用杠杆 如果用杠杆 通常是三倍 吸引香港这边 逆向ETF很多 大家可以不妨想想 会否冲出港股 今天谢谢Alex 和我们的分析 关节来到这里 感谢观看